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他的政策很影响跟中国的关系 跟中国的关系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财经那方面 香港始终都是一个金融城市 当然最近变了夜纷纷 但那些不说了 所以今集想请教师傅 未来美国总统大选你怎样看呢?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藝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今天想和大家分析一下美国总统大选 特别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才前几天 现在是3月11号 前几天美国才刚刚完成了这个Super Tuesday的日子 Super Tuesday是什么呢?就是总统选举前初选 他们各自党内的初选就有结果了 共和党的就是都受香港人欢迎的 或者吹捧的就是特朗普特朗普特朗普 几乎在他所有选区里面就赢了所有选票 成为这个党的代表 另一边双美国的民主党 就继续由拜登成为这个党代表 继2020年之后特朗普特朗普和拜登又再一次对类 那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也希望尝试一下用八字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 现在就可以看到凌光莫的画面 这个就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的八字来的 这个拜登的八字也是丁火日主 那其实圆局漂亮不漂亮呢? 圆局也算漂亮的 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到它是贺月就透天光任水 那官升就很强有力的 那官升他靠任财官就是靠这个的印星 那本身的八字就是官印相生格 那官印相生格 所以呢 他一直以来呢 都是未做总统之前就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在之前一直都是美国参议院 或者一些政府的高职位的人 其实所以它是一个挺漂亮的八字来的 官有力 那 官印相生呢 有个特点的 温和派 做事是很温和的 所以你看到它做了总统之后呢 其实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政策的变更改动呢 又好像真的没有 那我们分析一下吧 那为什么呢 20年的时候就赢了特朗普 那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了 丁火 建什么呢 最好就是建庚 和甲 甲金丁三个情况 那 20年的时候 20年的时候 甲子莲 甲金丁 他的格局地位提高得到提升 而丁火靠着金金匹格再生回这个丁火 所以他原局是任到这个观星的力量 再加上一年庚子年金增水 原局就跟他原局害丑回了一个水局 观星的力量又再加强 所以当年他这个流年真的挺好运 任得财官还赢得对手特朗普 我们看看特朗普当年为什么输 有个提案说的 任水就是观星 就是管治手段 他在行的大运是几美大运 几土有一个特性的 是会污足观星的 当年你说有没有机会做事的手法 有些偏锋 有些狡猾在选票上 在八字 以八字论八字来说 是有些机会 是有些机会发生的 那今年2024年 这件事会不会再发生呢 几土混任这件事 我们稍后留下尾 之后再说 好 那我们说一下 川普的八字 川普的八字 我认为很多人都知道 它是一个化气格 几土全部自五味火局 下面这也是草土 原局这些情况 全部都是土 所以八字本身有样的译读 就是甲木 但是甲木无根 合化这个几土 变成武土 所以川普的八字 是信 火土 那就是寄 金水 对这来说 这个情况很重要 大家要先记住 当年他在行的大运 是辛丑大运 本身辛丑的大运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湿土 这个丑的肚 继续都是土生金 这个情况 你说是否真的太忌金 我们也为了误会 我们也先查一下 其实是忌水为主 所以当年的运 仍然都是丑土 下五年的五运 下五年的五运 它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根子连这个问题 就问题大了 它逆了局 这个桂水冲击 就是圆局一片火海 就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你煮食 整个锅很热很热 但是你就飞了几滴水 就会炸一声 这个情况 一个不好的意境 所以二零年输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就是简单分析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 就是2024年的情况 那 说回原局 加大运 原局呢 特朗普在走这个 任人运 任人运呢 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运 因为他原局呢 是要走火肚的嘛 但是有个前设的 那个火肚是 那个甲木可以合化为己土 那个甲木合化为己土 变成为木土 有个条件呢 就是 甲木是没有根气的 但是现在在走这个任人运呢 那个甲木通根了人 那就是说 开始 做不到变成木土 这个情况 那变成什么呢 一些官非是非的东西 因为他逆局 所以呢 过往几年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自从 当选不了 连任不了总统之后 就得到很多官非被告的情况 那其实本身做总统 选初选之前呢 都还有官非问题了 但是 最后被他搞定 那呢 就要留意下 某一个月份了 今天呢 3月11日 那现在还在走丁卯月 丁卯月呢 都是一些木通根的流月 甲神月 如果他这个月 有些什么事呢 令到他选不到总统呢 是有机会的 就是我们首先 先要留意这件事 那 选总统先有个条件 就是他要真的选到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这个月 都是有些什么东瓜豆腐出现呢 他有机会选不到的 但是只要他过到这个月 入到下一个月 没有神月呢 其实这个问题都会解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原局这个大运呢 是有一个救他的地方 就是这个是大运 任人 他原局呢 是会合化到人五宿会火局的 只要那个流年流月 这个人不是成为甲木的根气 而是他的意仗是合化成为火的话呢 甲通根的问题呢 是可以得到舒缓解决的 所以他要坐顶一粒 如果是16 选到呢 要过了今个月呢 我们先够敢说 他稳固 那 好了 那我们呢 首先要了解到他 选的月份 他大选的月份呢 就是大约11月5号 那么就未去到何月 他是甲衰月的状况 甲衰月有个好处 因为呢 他重现了人五宿会火局的情况 其次 他冲击到原局的甲神 为什么他的木气那么强劲 我们那么担心有官非的问题呢 因为大运是任人的 这个呢 也是一个叫做拱木局的地方 神衰就破坏了人某神会木局的情况 所以呢 甲衰月 对于特朗普来说呢 是有利的 那 而且 下一个 大运 那 最后三年呢 特朗普呢 是好的榴莲呢 就是月字丙五丁 那 下一个大运呢 下一个榴莲呢 就是月字运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月字 全部都是木火的 令到原局的火气 维持回本身在这里 本身呢 呢 特朗普的格局呢 就是 纯化气的纯火土格 那这个格局呢 是一些福气格局来的 格局上来说呢 他是比拜登的格局是高的 只要他保持到这个火力 可以维持到的话呢 他胜出的机会呢 是 有着数的 因为他要 成为 新一年 新一年代的总统呢 他不是今年的嘛 他是2025年才正式上位 那这个 就要留意一下 那 那去到 我们看看 他的对手 上一次赢了 拜登 拜登 拜登呢 呢 甲晨年 那我们就看看 他选举的 情 的流月了 甲晨年有几个情况会出现 甲晨赢得到的机会是因为观星有力 本身神是水负 看上去是有利的 但他选的月份神率相冲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观星的力量下降 其二是甲晨年 甲晋变成冒土 冒土会黑原局联储的任水 水负的力量被破坏 任水又被攻击 今年的观星的力量就被他二零年的时候下降了 再加上他选的月份神率丑味齐了 神率丑味齐了 土形冲水是先受伤的 水的根气受伤 天干化气被攻击 即是什么呢 他真的有机会输了 而原局呢 我们再留意一下 他的木气的力量是很强劲的 但是呢 他选的年份的时候呢 不是今年初春这个时间 所以他很顺利赢得到初选 没有对手的了 但是他选的月份呢 是甲晋月呢 是对他不利的 那种种迹象去看呢 今年 就没有二零年那么顺利 再看下年 好了 月智连 智开冲 观星的力量下降 地支 智五味 会火局 好了 智呢 是丁火 的比杰 即是代表了什么呢 这一个 是他的对手 对手 争夺了 去观星 纪录朗 即是暗示什么呢 他不能连任 那 其次 Touchwood这样说 拜登有什么事 不是 特朗普有什么事 选不了 给他连任 其实 他未必可以成功 完成到四年的任期 因为他未来这几年都是 月智 丙五丁 对他观星的力量 都是下降的 他可能 重病或者有其他问题 完成不到这个任期 还有一个致命的 关键 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拜登的现任副总统 现在都公布了 如果继续连任 如果继续连任的话 都是何锦丽 去做副总统 那我们就去看看 好了 对于 对于 何锦丽 何锦丽的八字 就叫做食神济萨格 就是一个出谋献制的人 就是服务老板的人 就是拜登就是他老板 他上司 原局食神济萨格 是要得到平衡的 前几集都有几个例子 就是食神济萨 食神济萨就要 日主有根气 食伤有力 三者平衡才发挥得最好 但是问题就是 榴莲的时候 甲臣 圆局 人卯臣会目睹 那我们说食神济萨格 最怕什么呢?济萨泰国 食伤的力 在三者平衡上 比较劲了很多 令到他的杀 就是冒陈的力量 冒陈的力量 下降了 而我们刚才也说了 他的老板 就是他的杀 就是拜登 一年 不离了 即从何锦丽都可以反映到 拜登今年 选举上 都是不利的 刚才再提外话 再说了 那我们就说了 那 当年 庚智联的时候 我们 特朗普都说 他是做了一些 不法的手段 有个一百万张票 是有机的 全部都是 拜登 是没有特朗普的 那 这个情况 会不会再现呢 本身 己土混任 OK 但是 今年 是夹十年 夹 合主了己土 就是说 他当初 这个手段 混任 这个手段 不再成功了 即是不能再把转换 再做多一次了 那一件事 我想对于拜登来说 都是挺大的问题 那所以呢 我都很拭目以待 今年 美国大选 到底 哪一个赢呢 但是 现在也是年头 那我们刚才也说 这个月 或者未来 有什么变化呢 那我们都可能 之后再更新 再拍一条片 那甚至乎 如果特朗普 已经决定了 哪一个 是做副总统 帮他手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 到时再分析一下 那个人的八字 帮到特朗普 还是害了特朗普 嗯 OK 相当有趣 正如最开始都说 香港人呢 都挺关心 美国总统大选的 因为始终美国 都是在这个地球上面 都是超级大国之一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的 亦都很影响经济的 希望 如果有任何一些更新的时候 到时再请龙师傅 又再跟我们更新 又再分析一下 好吗 下一集 再请教龙若天师傅 拜拜 拜拜 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 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丽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 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 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看影片的观众 你其实对玄学 是不是也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 九运的新时代浪潮 透过你的学识 为社会献出一分力 和赚取收入的话 不要再浪费你的天分 焦点FMTV主办的第一届预测王大赛 堪称是全香港最全面 最公平的玄学术数比赛 第一 题目将会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预测大事 第二种是技术题 而技术题参赛者是可以 自由选择想作答的题目 确保真正公平发挥你的所长 第二 比赛期限历时八个月 这八个月内参赛者 预测将会完全公开给 评判团和所有观众可以看到 绝对不会有任何黑商作业 第三 我们的评判团将会超过十位 而十位都是资深的原学家 同时也会邀请非原学家的评论员 或者分析师成为客席评判团 全面提升理论和数据互动分析的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架预测王大赛 极可能是你踏出成为原学家的第一步 无论赛果是怎样 我也先恭喜你 因为你赢了 你赢了全香港观众的注意 赢了他们的信心 亦给了一个机会他们去光顺你 记住3月8日公开接受报名 影片留言区有比赛详情和报名连结 预测王我们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